我们要来让各位看一下 这一张我们重点是要教电脑的指令架构 但是我们先暂时不看CPU0的指令架构 我们先来看一下系统程式怎么运作 这里已经有一个CH01.DEV 我们把它打开 这里你会看到两个程式 第一个程式是Main 这是主程式 第二个程式是上 这是副程式 我如果在这边 这边选编译并执行 它会执行这个程式的主程式 主程式会呼叫副程式 所以会变这样 各位先试一下这个东西 先试一下这个东西 确定你的DevC++是正常的 而且你看得懂两个程式的运作逻辑 那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看到它的组合语言的部分 那这个组合语言原则上你不太能够去看到它的机器码 因为它的机器码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不去解析它的机器码 我们只看组合语言的部分 所以现在请各位就做这个动作 把刚刚的程式码下载下来 选CH01 把CH01.dev开起来执行看看 OK先做这个动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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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